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全冬眠之后进行 像我这个无尽下和这个甜蜜幻想呢 它还没有完全的修眠 今天呢就拿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像这两根枝条呢都很细啊 它们的抗含性可能会差一点 像这种呢我就会直接从根部给它剪掉 里面呢这根啊是枯枝 我呢也会给它直接剪掉 那将它们都剪掉之后呢 剩下来会有更多的养分 供给到这些新芽上面 那其他的枝条呢我们就不要给它动了 这些枝条上有很多非常饱满的芽点啊 那这些芽点呢在明年不是花就是叶子 你要是现在就把它剪掉 那就相当于啊把明年的花和叶子呢都剪掉了 那很多朋友说啊吴静夏呢是特别的 它新芝老芝啊都能开花 但是如果你冬天过多的修剪的话呢 明年第一批花量就会很少 那除了大花绣球和栗叶绣球以外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圆锥绣球了 圆锥绣球还是个例外 它是新芝开花 在冬季呢我们是可以修剪的 那具体的修剪视频呢 之后也会继续和大家更新 喜欢点个关注再走吧